在蘇利有團體一連兩天舉辦美食餐車節 在疫情限制下以Drive-Thru的免下車形式為公眾提供美食 許君彥報導 大溫美食餐車節在今早11點開始 開幕無奈後 吸引了許多市民開車進入場地輪候購買食物 而餐車節今年首次在蘇利舉行 兩天內共有接近20架美食餐車在現場營業 由經典的熱狗漢堡以至受華人喜愛的點心 也有在現場供應 負責人Jason表示 即使在疫情限制下 主辦方仍然有能力在安全的情況下 每日接待1000架車輛進場 同時他亦表示 恰巧今次活動場地旁邊 是新冠疫苗接種中心 加上目前的堂食禁令 相信亦會為今次活動帶來更多人流 新時代電視記者許冠燕報導